探索未知领略奇闻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鱼爱探索 鳄鱼是和恐龙同时代的动物 这两个一个是水中的霸主 一个曾经是陆地上的霸主 但是很不幸 恐龙没有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灭绝了 但是鳄鱼却一直生活到现在 严格算起来 鳄鱼属于恐龙中的一种出龙 古时候鳄鱼和恐龙发生的战斗不在少数 那么现存的鳄鱼见到恐龙会是什么反应 在国外一位动物园的饲养员脑洞大开 想验证一下鳄鱼见到恐龙是什么反应 不顾危险 亲自到水里和鳄鱼临接触 穿着恐龙皮套开始戏弄起了鳄鱼 鳄鱼是一种非常冷静的捕食者 在没弄清对手之前 鳄鱼是不会采取行动的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谁也没有动作 过了一段时间 鳄鱼发现这只皮套恐龙来者不善 于是便张嘴示威 但是我们的皮套恐龙也是铁定心了 不仅没有退缩 嘴巴慢慢的靠近鳄鱼 周围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生怕这只鳄鱼真的向饲养员发起攻击 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在皮套恐龙强大的攻势之下 鳄鱼开始慢慢怂了 且战且退 甚至还有几次将身体沉到水里面打算逃跑 原本是非常惊险的场面 现在却变得非常诙谐搞笑 网友们不禁佩服饲养员过人的勇气 纷纷感叹 这难道是来自于基因的恐惧吗 看来在遥远的古代 鳄鱼和恐龙之间没少爆发战争 而且大部分都是以恐龙的胜利告终 现在动物园里面的鳄鱼都是人工饲养 野性在慢慢的消失 才不会为了进食和一些凶猛动物对战呢 戏弄了一顿之后 饲养员觉得过意不去 于是拿来一条鱼 犒劳这只鳄鱼 算是一点补偿吧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喜欢记得点赞和关注